如果這個不再蒙蒙露人做人的情況之後 其實你自覺成為一個香港人 實際上對你自己本身的生活有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你真的自信心強很多 你真的當自己把東西背上身 這裡我,這裡我,這裡我負責,這裡我的傳統 我有份去詮釋的,你不要亂來 其實大家如果年紀比較大是看到 有這種身份和沒有這種身份之間的分別 我趁機會再次回應對歧視言論的問題 即是說,你香港人有一種很高傲 在大陸人看來,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 對於所謂左膠,有一種有歧視 但你反過來想,正正因為你有這種所謂身份的感覺 是會規範到你的行為,或者令到你做的東西更加 你會自重,威開的之類,你會一直威下去 你會做的東西,因為你香港很小 中國或者台灣都很大,南韓都很大 你要真的發光發熱才能夠維持到 還有我們那個香港人身份位,香港人威 流行文化位,他們是很辛苦打回來的 舉起新浪潮電影,新派舞后劇那些為例 以前是人家整個中華民國,用政府的力量 新聞局的力量,資助電影流行進來打你 國語流行曲,用國家的力量和你打 而且那個國家不是共產國 是一個有文化,算是有些民主,有優雅的東西 國家和你香港組織 但我們香港人幾十個人都打他回頭 我們用廣東話的小調,加上管營國,加上我們那些 加上那些詞,四六詞,舊式的宋詞 台灣已經變白話文 我們用最新的,加上最舊的東西,最本土的東西 加上最國際,最前衛的東西 加上一齊,把人家打走 我們那些威風的東西不是憑空來的 是在七十年代打得很辛苦 你剛才要印證陳文哥 你只要比較中國大陸流行曲的歌詞 和Canon Pop的歌詞 你已經看到很重大的分別 我們是用宋詞或粵曲的格來填詞 但我們是加廣東樂,加西樂,加樂,加很多東西 這種自覺就是剛才第一節,陳文說的 建國救民後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因為救民不是純粹說救民於水火之間 是要你有一種人格上尊嚴的自覺 你有這種自覺之後,你就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為所不為,香港還未至於窮到洞 真的餓死,香港都很富裕 但富裕都是墮落和賤 因為被大陸踩,又被台灣踩,又被南韓踩 我們重新拿回我們的尊嚴出來 重新撐回我們的骨架出來 這個就是我第一節說的無脊椎動物 你每天爬橫被踩 你看人的角度都不同了 雖然我們不是神高神達,起碼是頂天立地 是,頂天立地 這個就是你要身為一個香港人的自覺 所以整個政治上的抗爭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文化元素 就是這種很自覺 香港是傳承了華夏文化的精髓 所以亦都是革新了華夏文化 有廣東的東西 也都是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 很多都混在一起才變成香港的東西 是的 而這個我個人的看法 真正是香港民族論 不能夠全面去解釋到 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發展的其中一個盲點 他們會覺得我們流行文化很威,很威 但是他們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中西雲俠 還有那些人有些是越南來 有些是新加坡、有些是廣州來 有些帶著粵劇的東西來隔身 他不是真的在這一刻八十年代這樣隔身 是的 他是經過很多這些亞洲區的文化精髓 融合而成 由於天時地利的因素 就是香港成為了一個很小的城邦 但是能夠做到這個抗金絕股的功能 所以大家要談及這個香港建國的時候 就不能去忘記這種文化的heritage 是的 我們就是兼容命包 而且那座根基是非常宏偉和深厚的 畫下文化的根基是廣東、東南亞、英國、美國、日本 全部都是我們可以用的文化資源 而且是用得很好、有效得很好 而在這個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面 其實就推動到很多我們在七八十年代 對那個品質和水平的追求 這個你看下去不是直接關係 但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就是你會覺得這種文化的傳承 是令到你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是的 你看那個招牌 即使是士多的招牌 或者是洗衣店招牌 是舊式的 只要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書法多麗 英文的印刷多麗 以及不是整個店舖大大幅 而是畫框 最佳的黃金比例 擺在店舖前面 你用這些舊舖看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最大的問題 大家講來不相信 這個好像是一個政治問題 好像是一個文化 但這個正正是政治上顯現出來的 就是原來是我們遺失了一個審美的標準 審美的眼光 對嗎 他問了什麼大問題 就是閃閃的 那些哪是東西 你這樣反法哪有得玩 我自己的調皮少少 我覺得今天最大的顯現 就是在這封信裡 我看了出來 你們官府的信 或者是公共組織的信 是不會用I write to 即是不會用這麽幼稚的語文 你以前教一些小孩去求職 你都不會用I write to apply for the job 一定是看了你的廣告 我是自問有少少能力去 一定是以對方為主 他基本上是這樣的 你開口一句 而這類的就少用主動性 多用被動性 因為英式的公鞋 就是這樣 盡量不要被人覺得 你沒有斷自己去做事 因為你沒有了那個 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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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整個社會 甚至部主管都怕是在殖民體之前或是外國讀書 都不會寫到什麼的,以我來就開始 他明明是代表大學,明明是我的 這個問題就是中共統治將整體的事情搞壞 給我感覺好像舉炒你 不要濟啊,這些有政治站 幸好我心靈大意,不會追究,不會清算 我們拿出來調看一下 如果你還覺得這是一個不是刺身的問題 你想想一件事,整個墮落顯現到機場的保安 居然這樣可以說 這是直接危害人生 行李更新一定是 這個是直接危害人生 即使國家元首都是行李更新,只不過是免檢 但免檢不是拆開去看 但你相信國家元首不會炸死自己 所以不要覺得這些事,我們坐在這裏 實際上對生活有絕大影響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